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浅浅的聊一聊 我的扫描 我的扫描 就是常常在影片会讲到 我扫描 我扫描 对吗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个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还没有练习到这个阶段的人类呢 可能会有点听不懂 我说的概念 不过也没关系啊 就听听看 参考参考 嗯 我的扫描呢 虽然我是讲扫描 但其实我只是用扫描这个名称来 跟大家形容一下 我感受到的 我感受到的 一些情绪 振动 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 对吗 但你每一个情绪都代表一个振动 然后每一个振动也代表一个能量 所以应该说 扫描这件事是 我感受到了对方内心散发出来的情绪 等于震动等于能量 应该这样讲 那这个东西是很含糊不清的 就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言语 不像电影上 你看电影 它下面会有字幕告诉你 所以你在扫描对方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 它内心的每一个思绪 你都会有字幕在下面告诉你 它现在正在想什么 他现在肚子饿 他想吃便当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 你会感受到 它那个 情绪 然后产生出来的振动 然后能量 比如说 假如啦 我是比喻 比喻几个例子 让你们 大概去幻想一下 我讲的扫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说 我再跟一个人讲话好了 那它内心的那个情绪 其实还蛮 蛮 就是比如说 蛮开心好了 蛮开心的 可是那个开心就会 从内就会散发出 开心的振动 跟能量 对吗 那它可能就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内心就会感觉到一股 你开心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开心的就会很快乐啊 然后就会觉得 整个细胞都活跃啦 然后都会忍不住一直笑啊 对吗 那你就会感受到那样的氛围 那我就可以去猜 这个人是不是 现在正在很开心 那我可能就会突然冒一 就说 你在乐什么 就是 你在乐什么 因为我感受到他很快乐 那我就会问他 你在乐什么 然后他才会说 可能 然后可能他就说 他到底为什么而快乐 懂吗 是因为你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震动 震动 能量 跟你的快乐 是一样的感受时 那你就会问你为什么 你在乐什么 他才会告诉你 不是你猜到他 他在快乐 而是你感受到 什么事情 要跟我分享一些 比如说食物好了 那我就会说 可是感受到的是 有一点心虚的感觉 你心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你可能 你内心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做小偷的感觉 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踮脚的感觉 那个都是感觉 那个都是感觉 然后 当你有感觉到这样子 有点虚虚的 然后不实的 然后没有很 很踏实 没有很百分之百把握的感受时 你就问他说 是真的吗 你是真的想要跟我分享 这个食物吗 就是 类似这样子 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是 不是 如他所说的 他是要 来跟我分享 这些食物的时候 我又这么问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你怎么会知道 好像不是真的 要来跟你分享什么 那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 是可能人家不要的 那他也不要 然后他 并不是如他前面所讲的那样子 是因为好东西来跟好朋友分享的概念 就会戳破他的谎言 所以所有的扫描都是一种你去感受到对方散发出来的能量跟震动而已 那跟你自己本身曾经有过的一切一切的那个感受当他有搭到的时候那你就脱口而出的问是这样吗 我感受到的好像不是这样子 但是 嗯 我不会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在对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这个功能有点像什么 因为他已经是很自然了 但是我并不会想要用他在每一个状态每一个时刻 因为 嗯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当你知道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觉得很烦 你会 因为那不是你自己可以承担的 所以我不会一直开启这样的功能 对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或是每一个事件 只有自己有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人真的意图不轨的时候 我才会开启这样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因为你练习到已经很自然 有点像我们开电灯 开跟关 开跟关 那平常都是关着的 那关着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受到对方啊 或是事件啊 或是任何一个物品 或是一个物品的震动 那当你真的想要开启这样扫描的功能 就像开开开电灯 开然后就打开 然后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心里会怎么样 你的心就是完全在那一刻 那一秒 如果练习九连两秒三秒四秒 也有可能就是 我现在可能大概一二三 可以整个心是整个静下来 虽然我可能还在跟对方说话 可是我的心 已经是静下来 可能对方是没有察觉的 当我的心完全静态的时候 我其实是要我自己去感受一下对方的能量 这叫扫描 物件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一天说 我可以跟植物说话 我可以跟动物说话 那个说话不是像我们讲话 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 一句一句的说话 而是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去我朋友家 然后我看到他架上很多物品 在跟我说 你来赞美我吧 就是他不是说你来赞美我吧 而是我感受到 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我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很让人家赞许的事情 那当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很想让人家知道的 那个心情是什么 你那个 我这样形容你应该就会有那个感受 对吗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物品的时候 那个物品是散发出这样的震动 这样的能量 让我感受到 他是很想要有人发现他 很想要有人称赞他 那我就会走过去跟他说话 这个叫做跟物品说话 所以我们讲的跟植物也是一样 当你经过到可能公园或者是花园 那如果当你正在看着某一盆盆栽 或是某一棵树 那你想要扫描 或是你想要得知他的情绪的时候 你心静下来之后 然后看着他 看他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他告诉你 哦 我好渴哦 我好渴哦 那我们嘴巴很渴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这边就会干干的对不对 就当你如果去感受对方 那你这边可能就会觉得 嗯 我好渴哦 那你就会知道他在跟你散发出 其实我好想喝水 这个震动 这个情绪 这个能量 所以大概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扫描 扫描就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像电影一样 你的每一个心思都被我看透 不是他其实是你的身体不会骗人 你的情绪不会骗人 那画也是一样 我们去画 比如说去看画展 那个画 因为大师在下笔的时候 他也带着浓浓的情绪 在他那个作品上面 所以那个作品也会产生出他自己的能量 那比如说这个人很尖酸刻薄 他虽然是大师 但个性就是尖酸刻薄 所以我当我走到那个画前面的时候 我感受到就是尖酸刻薄 你应该有被人家尖酸刻薄的对待过 你就会有那个被 就是有尖酸刻薄的感觉 那你就可能会脱口 这个人是不是尖酸刻薄很难相处 如果是在他身边的人 可能就你怎么会知道 就是类似是这样子 所以要跟大家说扫描 其实是你在感受 那个当下 那个事件 那个人最真的情绪 最真的震动 最真的能量 然后你只是能够感受 然后只是我们用嘴巴用文字 用语言说出来 因为我们练习到后面的人 其实是不太靠说话了 都是靠意念来传递讯息 能量振动 了解吗 所以今天在这边小小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我讲的扫描是怎么一回事 就这样 I love you Bye Bye